4月10日下午,西安交大医护院开展了与一带一路多国抗疫远程交流会,来自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等13个国家的近40位医疗专家进行了在线交流,共同讨论了新冠疫情防控经验。 那么这些都是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他们迫切地非常想要知道中国在过去的两个多业当中抗疫取得的一些经验,还有在临床治疗当中的一些体会,那么我们非常的愿意把我们前期取得的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和这些兄弟国家的医生们进行分享和交流。 据报道,截至北京时间4月10日8时21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9万例,死亡病例余9.5万例,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设施条件有限,面临挑战较大。 连线现场,西安交大医护院专家团队结合支援武汉的临床实践为实例,以及医院防治经验,从治疗方案,病情分析,个人防护等多个方面,分享了抗疫过程中的中国经验。 同时,多国专家在线提问,西安交大医护院专家进行了逐一解答。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讲座当中,三位专家教授分别从流行病学,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诊断,以及抗病毒治疗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相关知识的分享。 那么我们希望全人类能够共同来战胜这一场全球性的疫情,最终取得疫情的胜利。